大家好,我是小祥 太阳快传第四场北京时间6月27日 快传80比84不敌太阳 大比分被搬成1比3 如此一来 太阳晋级总决赛的概率就已经提升到了94% 快传晋级的概率只剩下6% 这是泰伦卢这次季后赛首次进入1比3落后的绝境 而保罗乔治就是超级罪人 首先说乔治的表现 全场比赛42分中 20中午 3分9中1 罚球18中12 拿下23分16篮板6柱工艺抢断 命中率25% 3分命中率11.1% 他虽然连续17场比赛 拿下20加创快传队史记录 可这个效率只实在是太低了 快传末节 关键球12中0 是过去25个赛季投丢次数最多的一次 他们每一次追到只差一分又被拉开 乔治末节其中一丢了6个关键球 他是快传投丢最多的球员 这也是爆冷乔治职业生涯第11次季后赛 单场命中率25%或更低的比赛 最可气的是乔治又丢关键罚球了 中场前6秒 保罗两罚全中 快传落后3分 乔治手握两次罚球结果 只有二罚一中 再打犯规战术太阳就可以领先到4分了 鲍尔默在乔治罚丢第一个罚球后 默默地低下了头 因为他知道这个罚球没进胜利的天平 就已经朝着快传倾斜了 时间回到快传VS太阳的G2 那场比赛保罗乔治也是丢关键罚球 中场前8秒快传103比102 领先太阳2分 保罗乔治还手握两个罚球 他只要命中就可以保持不败 结果他两罚全失 太阳爱顿0.9秒空接绝杀 也就是说 这两场比赛 乔治都是因为罚球输了比赛 有球迷在推特上表示 鲍尔默在休赛期 会考虑保罗乔治的交易价值 乔治这两场的拉胯表现 已经让球忍无可忍了 甚至有球迷表示保罗乔治的罚球 堪比本西蒙斯 在关键时刻 乔治的罚球跟西蒙斯一样烂 文言小白 喜欢就点个订阅和赞 谢谢支持